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节目现场是第一次在节目中跟我们讨论问题的 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的贾一平教授 贾教授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台湾的核废料核去核从 我们知道您的专场在学术领域上包括地下水 环境地质等等 也长期参与和核废料有关的包括工作 包括研究和教学 首先我们把最庶民的 最常民的问题拿出来来请教 一点一点让我们从那儿看能不能知道 到底台湾核废料问题有哪些可怕的地方 以及它能解决吗 还有政府的部门又有一些什么权责 首先核废料有什么可怕的 大春好 各位听众好 其实提到核废料大家都会有点怕 进而远之这个文质色变 那最主要缘故还是因为说核废料里面 它其实含有这个放射性的物质 那这些物质会产生电磁辐射 什么电磁辐射呢 就很像X光台次上大部分都是γ色线 还有些粒子辐射 像种子这种东西或者αβ这种射线 这些东西到我们体内是会产生一些危害 但是这些不管是粒子辐射或者电磁辐射 我们既看不见 听不到也摸不着这些辐射 所以心里就会有点担心 但是我们又知道说从科学的市政 或者说历史发生一些典故 告诉我们说这些放射性物质 它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会影响我们的环境 所以对辐射的威胁或者核废料 我们其实内心都会有点深层的不安 会有点恐惧 基本上这样子 早年的核废料 其实并不是核电厂产生的 其实大部分是生产核子武器的 这些工厂会产生核废料 那么当时我们对于核废料 或者说辐射安全方面的东西 我们知道很有限 比如说假定说我们今天有核子事报 要邀请大春来现场参观 看看这个殉壮云 哇这个漂亮对不对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这个莫大的荣耀能被邀请 但是当年会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些人到后来都是受害者 今天我们知道谁也不敢去看了 那么在当时就很多这方面的药人 都挨过这个辐射 那么很多的科学家 特别是核子物理学家 那么他们参与核子武器的研究生产 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 很多都会死于过度的辐射导致一些癌症 包括我们以前在加州理工学的费曼教授 那个很出名的 那么他们都知道说将来都跑不掉这个命运 那么但是今天我们对这是已经渐渐知道 当年却不太清楚 所以美国对这个制造核子武器的大国 那么他会对核肺料的事情 当年非常轻忽的 把一些液态的这个高阶废料 放在那个地下的储存槽里面 那就像我放了那个 现在的加油那个油箱一样的 油池 对对对 那对固态东西呢 就是在地上掩埋 和我们这个垃圾掩埋场差不多 那过去时候就发现 都一个都出来了 那么曾经在这个华盛顿 有个Hanford side的地方 那就在哥伦比亚河旁边 那么这些这个核种呢 就从地下呢 就流到哥伦比亚河 当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 那另外在这个 科罗拉多州啊 有一个叫做这个 Rocky Flats 那个也是核武工厂啊 那么那个地方也是这个 出了很多这种 核子污染的意外 最后就被迫整个关掉 那是很大的一个事件 那么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这个核种的问题 或者说是核肺料问题啊 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美国才突然警觉到说 核肺料问题啊 已经非常严重了 所以他就请这个 这个国家科学院啊 帮忙啊 协助说找出到底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 核肺料有我们常听到的名词 不是核肺料处理啊 核肺料处置 在台湾的情况 那在先进国家似乎不太一样 那么核肺料处理 跟核肺料处置层次 有些什么不同 以及它的程序 还有我们对于处理和处置的结果 能有多少安心的区别 对这个我们社会上习惯的 讲核肺料处理啊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缘故啊 就是因为说这个处理这个字 在我们中文上来讲的话 就是就是这个解决问题吗 这个这个这个 可是呢刚好在 科学上这个字呢 就像环境工程的人 经常做废水处理 大家有听过 那就是说 把它经过这个物理或化学 或生物的这个过程啊 把它转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或把某些东西去除 我们也可以燃烧的方式 像这个垃圾分化炉 这个用用这个燃烧的方式 把它这个减量到很小很小 那这些都是叫做处理 是 那事实上核肺料处理 台电做的还不错了 这个这个问题不太大 那真正的问题是说 你说台电的处理 台电的处理做的还不错 在工程上来相对来讲 它的减量 这个和这个转换 这个形式方面都做的还不错 可是呢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 核肺料处置 那么什么叫处置呢 处置就是把这个核肺料 放在地下啊 这个把它埋起来跟我们生活繁星 把它隔离开来 那永远不会再拿出来了 其实一个比较类似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垃圾也埋场 我们把垃圾埋下去之后 我们大概不会想再拿出来了 所以它就像一个垃圾也埋场 不过嘛 它的这个要求呢 是比较层次比较高很多 不过我们先解释一下 既然提到这一点 高阶的核肺料 低阶的核肺料 首先它们的差别 第二个 它们的处理上的程序 又有哪一些差别 我们这个高阶核肺料 一般是指说 我们照射过的那个核燃料 也就是说这个用核燃 用到某个地步 它效率就不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可是呢 它的这个放射性还是强度 非常非常高 其实这种燃料 用过之前 它并不可怕 它照射过之后 那才是变得很可怕的东西 那照射过之后呢 我们通通要把它放在 这个水池里面 我们一般称说 这个用过燃料池 放在里面 让它这个一方面呢 让它冷却 因为它的这个 发射热量也很高 另外一方面 让它的中子 它发射的中子呢 能够跟这个水里面 那个氢啊 互相撞击 让它的这个力道 能够降低 所以我们必须 放在水里面 也就是那个水呢 也要不去不断冷却 保持循环 是 那这是我们对 高阶的这个做法 它从来一秒钟 都不停的吗 循环是随时 随时在循环 一旦停下来的话 那它就会过热 温度就会高了 对 那低阶的情况之下呢 一般说来 那个东西都是说 在核电厂 大部分核电厂产生的 那核电厂里面 凡是受到这个放射性 这个污染的东西 不管是工具 或者说物质 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循环过程 需要一些这个数值 都过滤东西了 那到那个手套了 衣服了进去工作 或者说是我们拆除 核电厂的时候 有大量的这个 这个核非量会试出来 那个都受过 这个辐射 这个照射过的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那个 这个物质 我们称之为 低阶的核非量 低阶的核非量 有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 能够焚烧的 我们焚烧把它给这个减量 如果能够压缩的 那就把压缩 有些湿式东西 我们加这个水泥 把它固化 这样情况之下 把它封在水泥里 这个我们放在罐子里面 然后呢 跟水泥混合 把它固化 这样的话 比较不会溶解出来 是 否则太容易溶解的话 就容易乱跑 对了 你刚刚讲的这个处置 里头 它如果不固化 它就会乱跑的意思 跟刚才提到的一点 就是跟着地下水 会流出 这是有关 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说一下 不过 我们常听到 核非量处理有困难 处置 处置当然 处置才真正困难 对 处置恐怕是更 才真正的问题 对 台湾的地理条件 气候条件 似乎对于核非量的处置 有极其不利的地方 相对绝大部分国家来讲的话 台湾的地质和水温条件 其实都是比较不利的 我们一方面 我们是处在板块交界 就是外大陆 和非凌云海板块交界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造山运动非常活跃 地震非常多 所以地质整个比较破碎 就是我们地层破碎 所以地下水的流动 相对来讲也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山比较高 那么整个流动会快一点点 所以我们环境来讲的话 相对大部分国家 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们做核非量处置 比别人是要难上一些 但是一个国家 如果不能独立处理 很多国家 可能是不是能结合成 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有没有这样的组织 曾经成立过 并且寻求一起来解决 比如说找一块地方 或者发展一种技术 能够再利用 我猜想好像 至少新闻里面 都有这些印象 有的很多的想法 都会有 不论高放或低放 有私人的团体 或者说是国际原子能走 都曾经过去提过这些方式 我们国家也曾经想要说 把它运到国外去 为什么呢 因为说 大家都怕放在他家的后院 对不对 所以无论是民众 或者民意代表 或者官员 都晓得说 老百姓不喜欢 那勉强不得 能不能运出去 花点钱就是了 花钱消灾 那么但是呢 我们先后接触过俄罗斯 接触过马少尔 还有北韩 结果呢 我们在国际上 都碰到困境 然后有的闹得 非常麻烦 那这个都是鲨鱼而归就是了 那其实国际原子能总署 也曾经倡导过说 这个国际合作 就区域的一个联盟 来这个大家一起合作 处置核肺料 但是问题是说 所有的国家的参加 都是希望说 把核肺料运到别的地方去 没有一国家愿意接受 所以最后这东西 就是无疾而终 是 到现在整个国际合作的方式 处理核肺料 或处置核肺料 就是无疾而终 它的无疾而终 一方面是刚才我说的缘故 大家没有人愿意接受 这个 另外有两个缘故 一个是国际的环保意识 觉得说 你把核肺料运到 比较落后的国家 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反对这样做 第二个是说 所以先进国家 几乎都立法规范了说 核肺料 禁止它输入 甚至有的国家是禁止输出 这道德的问题 禁止输出 所以这样情况之下的话 就越来越难 我们也曾经想运到大陆去 无论高方地方 我们都想过 其实 20多年前 有个台电的高层官员就曾经提到过说 假定我们真的把我们低阶核肺料放到浙江的离岛 如果30年后大陆有钱了 他们看这个肺料来自台湾 他们会怎么想 他就讲出了说是一种 就是说 未来可能大陆发酵的一种叫灵弊的情节 还有就是说 对两岸的关系到底会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看法 我们现在想要运到大陆低阶核肺料 是越来越难的缘故 是因为说 大陆自己的东部和华北 核肺料处置上 已经陷入选址境了 他们自己都有困难 他怎么会接受你的呢 无人岛这三个字听起来 好像是曾经是发展核能的国家的一线希望 海洋那么大 无人岛很多 可是到底在地质上面来说 核肺料处藏在无人岛上有哪一些风险 OK 早年的时候 美国就曾经评估过 哪些适合哪些方法适合 哪些地方适合 哪些不适合 其中一些岛屿 小的岛屿 在美国通通认为是不适合的 它不适合的原因有很多了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缘故是地质 比较破碎 它的构造 非常不适合说放高级的核肺料 今天我们有人主张说把高级的核肺料或低级核放到无人岛去 如果高级放到那边去 我们面临的问题 不光是说只是放在那里 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保安问题 也就是它的安全问题 一个高级核肺料是需要保护 因为它被恐怖问题拿走 是可以做脏蛋的 所以你不能不维护住它的安全 所以高级核肺料是维护安全 不光是丢那不管的 那我们所谓无人岛就是大家都不相关的地方了 所以它的安全会成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高级核放的地方 我们要担心说 第一个有没有人侵入 第二个是像战争 还有天灾 所有的因素都需要考虑 所以无人岛并不是适合放高级废料 那低级废料适不适合呢 这个低级废料 我们现在的蓝鱼岛的南边 还算是有人看管很平坦一块地方 那还有一些管理的 你要放到无人岛的意思 就是说我几乎管理都不行了 我们台湾还剩什么无人岛呢 很少很少 只是接近无人岛 有几个人这样的情况 那个地方我们能知道 大家都晓得了 那个地方大部分很小 你如果放那里的话 意思就相当于说 我们把一般的废弃尾 就是我们家庭垃圾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河边 结果老百姓反对 你就移到另外一个河边 那更久 然后那个统治都烂掉了 然后平常更糟 你每收拾一次 就是破坏这个核废料一次 然后你搬家的时候呢 它本身受损 它更容易腐蚀生龙 是 更容易泄露 然后还花一大把钱 那个花下就是几十亿 所以这东西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一个选择 新闻搜查单元 访问的是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的 贾一平教授 贾老师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谈话题 核废料的处置 政府 当然是几十年来在发展 不论是哪一个政大 都在发展 以及到现在还在利用 甚至也在为 整个的发展 电力发展的政策在辩护着 那么政府的哪个部门来管核废料 我们的政府啊 其实在早年的时候 对核废料还真有些重视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建核电厂的前后啊 他们已经想到核废料相关的 这个该怎么做了 所以那个时期 倒是做得比较积极 但是后来啊 也许随着我们的这个 整个台湾自由民主化 那很多反对的声浪出来以后呢 我们的台电呢 就失去了动力了 因为台电呢 他也没有公权力 那么如果不是威权体制情况之下 台电就着不了力了 很多事情啊 这个一碰到老百姓反对 他就停下来了 就看长官要怎么做了 看经济部吗 台电长官是经济部 那经济部长官当时行政院 那这整个东西呢 大家都不敢碰这个议题 一碰就会受伤 所以呢造成呢 从该是历届的总统 几乎对这个问题 最后走的方法呢 其实都是以拖待变 拖过这一任 无论国民党民进党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您看这个 蔡总统去道歉 赔偿 这事情 是在蓝宇这个 蓝宇这个事情 对 他做的事情和过去在 陈总统任内 那个 马总统 马总统的细节 我还记不太清楚 在陈总统任内的话 那这个游戏困难也道过歉 那我们的陈总统也答应说 这个要解决蓝宇 要签场的问题 都答应了 那只是到今天呢 又跳票了 刚刚这个三月 就是2016年的三月跳票 所以就逼到说 这个台电呢 有罪 因为说他没有找出厂子来 那么要罚款 一千万 台电这个背了这个 这个罪名 那我们看台电呢 它是一个国营企业 在经济部底下 它一点公权力都没有 那他能够改变选址的现状吗 那他一点改变不了 真正的权力在经济部手上 但是呢 经济部不敢碰这个问题 所以啊 我看起来说 台电在这个事情上面啊 就是比较吃亏一点啊 就是爱了也哼不出来 飞和家园的运动家们 长期以来也非常焦虑 也提出了种种的质疑 有的时候甚至话题到 后来也到 也就问台电 有没有长电了 或者说我们到底电力不够 是不是一个神话了 那我们一般民众 像我像我 没有专业知识 也不见得能够看得懂 那些个数据 甚至连背转容量 背载容量 这些名词都不见得 能够分得清楚 那么如何去比较 干净利落 而且比较具备 普通常识层次的 去认识这些问题呢 尤其是认识 比如核废料 如何 应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 核废料怎么样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不是台电可以办得到的啊 所以呢 经济部曾经考虑要设一个行政法人 专门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基本上我们看法是说 这个机构呢 就是行政法人呢 他也没有公权力 日本呢 就成立一个牛魔 他也是没有公权力的 做了16年 什么也做不出来 最后回到政府手上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责任在政府 那我们长期看到 他以拖待变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浪费 我们明指明告 他做了一些事嘛 比如到法国去处理 那件事情可以谈一谈 就把这个核废料送到这个法国去做再处理的事情 其实对台电来讲 它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 严格的说叫应变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核一厂核二厂 他在发电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说核废料 这个也就是核燃料池啊 这个已经快满了 放不下了 放不下了 那要怎么办呢 要放到地表面干除的话 附近老百姓都反对 新北市也杯葛他 所以那条路走不通 走不通的话 我总要应变呢 那应变就是想个主意说 我们以核废料再处理的名义 把它送到法国去 都说再处理 放个20年再运回来 那其实台电呢 比我们还清楚 这是一个非常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做法 因为你再处理完之后 还是一大堆费要运回来 再处理得出的那个新的核燃料 在国际上是没有地方可以卖的 所以你还要付钱请它储存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不值得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还蛮反对这个方案 可是他做了对不对 做了一段时间 花了多少钱 他没有 他规划这样做 但是呢 大家在杯葛他这个案子 以至于说这个案子呢 胎死腹床 可是如果说我们正向 并且积极一点的 去询问 我们什么时候 还要过多少年 我们可能会拥有一套完整的 不要说完整解决 但是起码能够有效处置核废料的技术 您判断一下 其实我们要有技术 或要做好核废料 这个有一位 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官员 曾经应该说退休官员 现在他可能跟我谈到 说你们国家 根本没有核废料法 这个事情要做下去 当然有难度 所以你第一个 必须要建立一个 这个核废料管理的一个法规 这样子你们有规则可以寻 大家才能够有这个 有事情可以谈下去 没有这个之前 你们是做不下去的 那其实先进国家 几乎都设立了法规 我们国家没有 没有核废料法 没有核废料法 对不对 但是没有核废料 这个法 我们有核废料的 这个管制相关的法规 是有的 但是该怎么做的法规 反而没有 所以台电的无法可依 然后他又没有公权力 所以我们也看着他说 他就是以托待变 你能怎么样 公务员越做越错 对不对 不做不错 所以他也是有这个形态 如果立了法 以技术性来看 我们就是前瞻的技术 我刚才还是这个问题 好 大概要多久时间 这个东西 我们从美国看吧 他做了60年 OK 最开始的时候 美国呢 他的国家科学院 是推荐说 放在盐层里面 为什么盐层里面呢 那盐呢 他那个是结晶 是一个一个叠起来 中间缝隙都没有 你说盐不是rock 是salt salt bed salt rock 盐盐 盐盐 对 放在盐盐里面 厚的层的盐盐里面 那盐盐的好处呢 就是说他传热也很快 然后呢 他不透水 几乎不透水 然后他还有一个好处说 就是裂掉了 破裂了 你看啊 地下水经过以后 把它溶解下来 把那个破裂的地方 又整个补起来了 风险 所以他有自动 把它愈合的能力 所以盐盐好不好呢 很好 其实他有一个深层处置 厂子放这个 等于说是军方的一些 比较长半帅期的核肥料 是用盐盐的 是 那但是呢 这个概念到后来呢 他又进步一点点 现在这个他最热门的厂子 是在内华达州 有个叫做亚卡山 这个厂子 那这个地方呢 他用的概念呢 和过去概念不太一样 他是用的叫未保合成 就那地方底下呢 是没有地下水的 大概600公尺里面 都没有地下水 不会流窜掉 就不会用地下水流动啊 他放在300公尺地方 没有地下水流动 他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是最好的 我们客观来看的话 全世界最好的厂子 也确实在那里 但是他有一些 别的政治问题啊 他总是经过国会通过了 经过总统宣告了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呢 他还是跌跌撞撞了 也就是说还没有定案 这个情况 那这是美国 美国算是最核子大国了 那在技术上也最先进 可是呢 最后呢 是一个小老弟 芬兰抢上来了 关于芬兰的例子 以及台湾可能还落后多少年 这个话题 我们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8月18号星期四 今天新闻搜查单元 访问的是 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的 贾一平教授 贾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核废料问题 到底能不能解决 目前放眼望去 未来几十年间 可能核废料 还不能彻底的解决 不光包括了科技的问题 也包括了 在整个的技术发展上 哪一些国家 或哪一些各个地区 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克服 对核废料的恐惧 并且给予一个比较有效的管理 现在我们从 你刚刚提到说 美国已经找到一些方法 但是还有个小老弟国家 也慢慢追上来 小老弟其实最成功就是芬兰 其实芬兰是学瑞典 瑞典又学美国的 瑞典和芬兰都没有像美国 那么好的地质条件 所以它既没有盐成 也没有味饱合成 所以它只能用花岗盐 我们今天有点误认说 有花岗盐就可以做核废料组织 其实这错误观念 花岗盐并不是很好的母盐 只不过是不得已的话 要用的一个母盐 那所谓的母盐 母盐就是放核废料的盐尘 它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mother 在这种情况 它是做个host 称之为母盐 那芬兰瑞典的地质情况 其实都很像 那瑞典先做 它为什么先做 因为1979年发生了三厘岛事件 那1980年瑞典进行公投 造成说这个20年之后要废核 那这个时间紧迫 就必须要找到高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置上 所以瑞典非常积极 把地调所一半的人 这个派到去做这个核废料处置 然后呢 这个芬兰都就学瑞典 但是呢 芬兰这国家人口少 然后他最好选到的地方呢 是他核电厂附近 那这个要投票了 或者民调 那么这些人呢 大部分都是工厂的员工 家属 或者他的供应商 协力厂商 所以大家的那个想法 或者说是这个 投票的时候的那个意向的话 会比较接近一点点 所以比较容易找到厂职 然后他们因为说人口稀疏 所以附近很大一块地方 其实人都很少 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找到 然后他们国家可能共识性 又比较高 所以这个反而是抢在最前 比瑞典还还快 他们是从哪年开始 他们其实从大概1980年代 就开始做这东西 就比瑞典稍稍晚一点 比晚一点 但是他们呢 其实最早也是想运到国外去的 运到苏联去的 只是说后来知道说 这条路行不通了 他们立法说 合肺了就是得在我们国内做 那这个再处理不做了 这个就是要立志 就是在国内要把它解决掉 您刚刚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芬兰在 它的核能电厂的运转 第一方面是在全球 本来它就是一个 是一个优良生 运转我不敢说优良生 它有一部分是西方的 有一部分是苏联的核电厂 它不大嘛 电厂也不大也不多 可是呢 这个呃 他有困境 就说这个该怎么办呢 那送到苏联吗 他他后来又不砍了 那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自己呢 这个必须要自立自强 但是以这个核电来 在整个占国家的 发电总量的三成左右 这是相当高的 那表示他们这个老百姓 对于民众了 对于这个核电是熟悉 而且友善的 这一点可能是关键 在处理 看瑞典几乎都是三成左右 那其实他们对核电 一点不陌生 他们见得还蛮早的 那这个核电所在的地方 一般说都是还蛮偏远的 这个这个地方 所以老百姓并没有那个恐惧感 不像我们比较接近那个都会区 会有那个恐惧感 那然后在技术层次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的高放射性废弃处置厂 它的深度大概300到1000公尺 是属于很深的地层 那美国他因为碳石油 开矿都在深处的做了很多 所以技术上比较成熟一点点 那瑞典他在这个延时率上 做的也很不错 可是我们国家 因为没有资源 我们开石油这东西 和天然气 我们做的也很少 所以深处的那个地质技术 或者矿技术 结果我们方面并不太高明 深处调查 我们能力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们的技术上 落后先进国 大概30年到50年 落后非常多的 所以美国做了60年 都还没出来 那你说我们要多久 所以我说落后70年 就是我们还挣70年 我们还要再 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这样子 但是芬兰现在每年 大概也生产将近75公吨的废料 才是我们的一半 我们还是芬兰的两倍的废料量 那这看起来是非常迫切的 除了等70年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比较积极的作为吗 其实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必须要及早立法规范这个事情 来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下去 否则的话 我们现在情况之下 不是法治 是人治 也就是说 这个总统说怎么做 那下面就怎么做 像个总统换了个方式 那就怎么又换个方式做 那总统也不知道真的该怎么做 就听当时的民意说 我要放到李岛 那就放李岛 那个说要选子 他就选子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规则 共同的规则说怎么走下去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比较迫切 需要是说 大家赶快立下规则 然后要求相关的单位负责任 做下去 我在看芬兰的资料里面的时候 发现一个名词叫安克罗 也就是芬兰去建造的 在地下的一个 可能现在是世界上 在建造当中 是吧 可能是世界上 目前最坚固的一个建筑 对 那这个建筑又跟地质有关系 可以稍稍介绍一下 它是在一个花岗岩层里面 这个所建的一个 这个高方色性 这个废弃物储置厂 那这个赛德 我虽然没有看过 我自己太太 反正去参观过 那那个地方 它最大的优点是 它是一个比较 块状的花岗岩 它不是像我们国家 是比较破碎的花岗岩 因为我们在板块边 就会受到挤压 会破碎 它那边是很古老的一个岩层 不大受到挤压 所以它的透水性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然后它又在地下深处情况之下 那所以在那个地方建造的话 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达到十万年 也就是把处置的时间 可以放了十万年 你知道十万年 非常长的时间 人类历史上 也不到十万年 所以我们现在谈说 十万年怎么回事 或者子孙受害 这句话 都不知道怎么讲下去 因为毕竟下一个冰河时期 如果在六万年最后来到了 人类的文明回到动元时代 好像我们也没有 没必要去谈那么深远的问题 但是你们不觉得 如果能够盖一个 以十万年为标准的建筑物 那么就表示 我们的工程跟技术上 不得了 是吧 不得了 在低放射性废基屋是五百年 高放射性是十万年 低放射性 我们有把握应该可以盖 因为我们很多木 像汉木马王堆 都两千年 它还是保存完整 所以我们技术上 不是说没有 只要是环境对于 我们家技术的话 是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非常感谢贾一平教授 来我们现场 我们谈合肥料 以后有关地址方面 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还要请贾教授 再来 谢谢